长长齐齐一家人 是等着我去偷家吗 老大 我看你是直接把人家都抄了吗 没办法 大铁锤就是这么粗吧 聪明的小姜思应该知道我在玩什么了吧 就是街板布阵关卡的第九关 炸弹人果然没什么难度啊 四个大铁锤就解决了 第十关 更大的家伙 这一关倒是不太好过 尝试了好多种办法才勉强过关 首先我用的是铁锤战术 既然它是大铁锤 那我们也用大铁锤 感觉我们的不太行 结果很明显 大铁锤全部嘎了 后面我叫一葫芦画瓢 它带闪电芦尾 我也带闪电芦尾 差一点过关了哟 大铁锤就剩一丝血了 尝试了N多种方法之后 还是觉得大铁锤加闪电芦尾比较靠谱 不过得多带一个东西 减速的冰瓜 这下总可以过关了吗 第十一关 西瓜地 一看这几个西瓜 就知道毫无难度啊 直接上几个机械小鬼 应该就解决了吧 小鬼将是最喜欢吃西瓜了 但是这种西瓜好像不太好吃 用着涂皮也得吃下去 明天过关 第十二关 躺雷区 不会全部都是地雷吧 伏地孤猎手 我看是躺赢区吧 这个猪不是很厉害吗 它厉害 那我就比它更厉害 直接弯斗车吐吐 伏地孤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 只能乖乖挨揍 第十三关 大石头 啥石头啊 这不是加拉塔仙人掌吗 看我来一招 以牙还牙 西瓜 这不是前面那关的阵容吗 没错 应该还挺好使的吧 溜辣溜辣 毫无难度啊 咱们下期再见